前兩天看一部電影 今天想再看一次 看到那張通告 今天才知道 有點接受不到 很驚訝 因為U.A.在香港算是一個很大的戲院集團 突然說沒有就沒有 很可惜 不是特意選U.A.去的 但是也叫做從小看大 我們這90後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有U.A. 讀書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我們那時候會看早場 最早那場是會便宜很多的 幾次就做了 好像都30元左右 是啊 就是20-30元的早場 可能考完才沒什麼做 就會去看電影 嘻嘻嘻嘻 拍拖 那時候看U.A.多 拖著你的手 挨著 那時候比較保守一點 黑漆漆 個個都看不到 某些大片 即是大製作 可能要排隊排得很厲害 在戲院外面繞幾個圈 但是現在就 所以我印象中好像沒有這個 看戲是真的好像 暫時逃離生活的感覺 雖然很多Netflix Apple TV 或者YouTube那些 但是始終是戲院大銀幕 還有大家一起看 我的氣氛是有震懾感 喜劇的笑起上來就開心 你怕起來的 各個都嘻嘻 聽到周邊的人都好像跟你一樣 還有周圍都黑了 大家又會自然的 形式正氣 如果你在家裡看Netflix 可能會按下手機 但你在戲院就會 更加全神貫注地看 戲院是不可以完全 被網上的播放取代到的 拿回80年代比較 以前的電影是可以賣奉 而且跟更多的波雷活和美國的Hollywood齊名 但現在可能只有香港本土的人 會支持香港電影 Industry小了 不單是明星 可能是Cameron 燈光 編劇等等 其實全部都越來越小 去年農新年的時候 就算有賀水片 都不太能看 譬如他封之前 周國賢那套《一秒拳望》 其實他好像剛剛上畫了一陣 就馬上說封 其實想幫都幫不了 如果政府肯幫回 當Industry去復甦 其實會願意多些人去進入這個Industry 起碼會越做越大 但現在很明顯政府 是沒有打算去幫這個Industry 最近疫情好些 都常常有借票活動 所以希望多些人去戲院看戲 支持高登先生 我上網看過一些評論 好像說 希望他們去收購UA戲院 但都有評論說 他們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希望大家支持本土的戲院 因為都怕太多大陸 或者其他外來資金 去投資到香港電影院 變得好像就是別人的東西 入多些戲院看戲 不要節省那幾十元 上網 現在節省那幾十元幾十元 遲些你真的想去看一部戲的時候 就沒有地方去去 我和你都不想去看 你真的想去看 都不曾是神秘 有多多爱 沒時間 很生命